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晚迷早晨的環節 我世榮在和大家討論早餐賽事 頭場究竟如何排序 未講之前,有八場的私家三賽事 第一場已經是7.3兆9開跑 有我和Kitty一起做節目 大家記住,到時下載定堅制 開定運數據,大手升跌去看看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也有四星龍珠 歡迎按下鈴鐺,按下鈴鐺 有其他節目可以通知大家 講講私家三貼欄優勢很大 事不宜遲,立即講講 我們的排序究竟要擺亞洲藤王做膽 可以變成紅色 潘頓騎這隻 照計都比馬雅 紫色衫這隻亞洲藤王 上次馬雅戴了眼罩縮程之後 騎下去出閘幾快 不過入籍佬,我覺得他略失平衡 沿途走三疊都算了 提早發力拿了出去 不夠外面的幸運之神跑是正常的 看到他有一點點,加了眼罩 馬雅走規,走直線好像 馬雅拿平衡方面有些不好 拿正了之後,其實馬就肯標前 問題就是,幸運之神已經率先發力過你 外蘭優勢再大些 變成,在一個略為中檔的位置 就只能夠跑過接近的第二、三 這次不同 這次陸檔裡面不是很多快馬 變成潘頓的位置會比較好 早段不用走三疊 二疊如果有遮擋 馬的表現應該自然不同 相信他應該是這場大言本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至於《的愛心》這隻馬是初出的 但是試襲你會看到 不是橙色衫馬那隻 看到在中間馬會坐以前面黃色步第二匹 轉彎的時候 其實那個走規都不算太差 不過步裡就比較大幅一點 似乎跑千四會比較好 你看到他的腳都是踏踏踏踏 出腳比較亂水一點 變成這隻馬在這場 大家可以留意到 他可能只有八成 都未必有的 林長咸圈 不過 Deepfield 遙遠星空的指示 其實都是短途對的 亦都很熟 不妨試一下 聚風雲這組試襲都強 轉過頭 全程捉實 結果初出就馬上贏到 雖然贏的距離很短 不過都可以考慮 至於《天下有才》這隻馬 亦都是一些初出馬 有兩隻側身初出的馬 看看哪隻進度好些 不過這隻 有很多課襲之餘 他的腳法上就比的愛心純熟少少 少少的 都不是很好 這次都同樣地 可能自己領方 或者是有條貼欄的包商位都不定 視乎角取所需如何騎 好 角取所需這些馬 究竟怎樣騎 大家留意一下 這組都算強 銀進再出都贏 其實雖然他輸四個馬位 沒有威脅 但大家要留意就是 後上馬銀進必跑得 都是屬於後追的 甚至他的身後福朵朵 影輸給他 109倍大硬門都是後追 證明這場後追會容易些 沿途放得比較前 直路又拉出去外蝶衝的馬 希偉森其實這隻角取所需 其實就是一般 他這個第三是有點虧形勢的 今次就不會虧 因為怎樣都是一檔 一檔的上名率千二有多高 我們按右上角的公仔 看看統計數據就知道了 看到一二三四檔當然主宰了上名率 但是接近四乘七的上名率 就是一檔馬力 所以大家接近一半 這隻馬只要不要太差 都是容易走入三甲 所以作為邊線配角 大家不妨考慮一下 這隻各取所需 抽到一檔 就可以令他省了位 至於星河小子這隻馬 上次輸的兩個幾馬位 那組實力比較強 因為這組四班 就是人和嘉誠 和盟力 梁芳和武士 你會見到 前面上次入位置的中華威威 都放斷 放斷了 你可以留意 就是跟前的馬 最厲害的是同盟力量 同盟力量 你說賽出雖然沒有 但是他也有個第四 而且那場內難 都不算太大 很小 銀掌在外面 追到上來 都已經是強手 所以星河小子這個七檔 其實戴了眼罩 就好看他組段 肯不肯積極搶 如果換了班德禮 而又肯積極搶 的話 星河小子其實都是考慮的 至於進補這匹馬 雖然上次縮後了受困 但其實說真的 不困難道又追回五個馬位嗎 當然不會 你都知道 今次繼續用蘇紹輝 就看看熱身後 會不會有個三檔 放在中間 不用留那麼厚 而去到直路的時候 追得好一點 如果真的很冷 我都建議大家 換了兩隻側身馬五七 其中一隻 就放回進補進去 因為這些馬畢竟都是 叫做熱身 始終都會好 那些初出馬 至於好彩彩 亦都是來自 幸運之神 亞洲騰王的牆 不過他的位置 就比較厚 而且領方 也不是這樣前置 繼續有由梁家俊 但他的檔位比上次更惡劣 我不知道他行不行 所以又沒有選到他 至於自然勁 這隻馬 都是初出的 不過市集沒什麼走勢 比較慢腳一點的馬 就看看戴個眼罩 幫到多少 我自己不太看好 而沒有選擇的兩匹 一匹就是慷慨有 慷慨有 上次跑直路一千 哇 跑直路一千 慢步速都做二十三秒四 沒得救了 除非你說塞死了 但是看一條片又不覺得 所以這些馬 根本能力上 他應該要跑一里 將來會好些 但是現在四歲 氣量應該不夠 要一些時間 和減少分 不要遇到強對手 至於暑浪人生 多次證明他不行了 這次 上次來的 人們都有點憧憬 結果守前置的位置 都是輸給火箭 為你忠情顏色王子 能力上不是那麼高 看看這次 找黃進減五磅又幫到多少 我自己覺得 作用其實不大 所以可以不看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 《馬迷早晨》 記住 頭兩場下載堅仔賽馬APP 那些雲數據 其實是免費給大家用的 甚至乎我的提示 又或者大家 有些早些交稿的馬評價 例如馬蕭蕭 或者海外賽 豬仔也要做的 明天 星期二 所以他一早就看好馬 已經率先交稿 而他重心 還要是第一場 天下有才 他放在第一 Janny 初出馬 而出來人生 我媽畫了那些 他都放在那裡 你可以看回 他說 我今季健康回復正常 這些大家可以細心留意一下 究竟為何不同的人 會有不同觀點 不妨留意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記得 有堅仔的朋友 記住下載 在比賽前 即是跑第一場前 我和Kiddy做節目前 記住下載 先打開 按新手線畫 如果你不是我們的付費用家 不要緊的 頭兩場免費 但他有很多資料 下載給你 即時看大手升跌 說不定 贏了三重彩 四重彩 你起碼有個 本金 去繼續投注 可以順便 考慮堅仔 這個程式 後面其他場次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不說那麼多 看看我們 星期三晚 會不會打風 記得是 打風 風勢因為強 就算 颱風走了 也有些魚風 有時候 如果比賽到的話 他的直路 和對面直路 逆風和順風 會相差很遠 而影響了 不同跑法的馬匹表現 這件事大家都要設計 所以頭場 雖然馬小 但是 我都希望排完聚之後 你看完 不同 不要緊的 一定會不同 賽果不是順序四重彩 但問題就是 一定要留意一下 當日的賽事形勢 看我的Live 告訴大家 那就最好了 所以為何要訂閱這個頻道 大家都記得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